兰花枝条繁殖的方法生根块成活率高 操作简单一盆变多盆 兰花开花非常的漂亮 养护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如何用兰花的枝条来进行这个扦插繁殖 首先呢我们取这个兰花的枝条 取下来之后我们用手呢 把这个外皮轻轻的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把两头不好的这个部分啊 都去给它剪掉 弄好之后在这个枝条两端呢 去给它涂抹上一些伤口愈合剂 我们再找来这个容器里面 放入清水放入生根水 把这个枝条浸泡在生根水中 去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找来一个塑料块 塑料块呢给它那个弄出一个圆形来 我们呢把浸泡过生根水的兰花枝条 去给它这样覆盖在这个圆形的这个塑料块上 塑料块周围呢去给它加上小夹子 用小夹子把这个兰花 我们去给它夹住 然后再找来一个容器放入清水 水中呢还是要滴入生根液的 我们呢进行水培扦插 把这个塑料块直接放在水的上面就可以 七天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就去给它换一次水 等到六十多天之后呢 这个兰花枝条就能够长出小白根 底部呢 长实是非常旺盛的 也能够长出新的叶片 我们呢就可以选择用植料或者说是松树皮 去给它种植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简单生根成活率都是非常快的 喜欢的话也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